有些網友可能不是第一節開始聽起 又或者沒有看我們友台這個 星期三晚的梁錦翔一周時時的節目 我隔壁坐的這個帥哥 就是來自香港的原居民 有些人說他有一半血統 不是一半血統 我想可能是百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沒有啊 黑華僑 基本上就是Julian Julian就是完全我們的香港人 只要他為何有口音 這是一個奇怪的事 融入的 下一代自然會跟當地 好像你的表弟妹一樣 社區融入 Naomi Campbell那麼漂亮 怎樣 好像黑珍珠Naomi Campbell那麼漂亮 你一直以為想著他 看來你都 不是 我覺得很誇張 多大 我拖著我和你 我拖著他出門 我都覺得很有面子 是嗎 但你感覺到他對你的表哥有些 沒有的 你覺得沒有 我和大家有血緣關係就不會那些 不是 他是你誰才實際上 讓我和你解一解 我馬居士 媽媽那邊的 媽媽的哥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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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那邊的家人的女兒 媽媽那邊的家人的女兒 是 那我先問 不要用那邊那麼誇張 他爸爸是你媽媽的誰 或者是他媽媽 不是 不是 他就是我媽媽那個大哥 然後那個兒子 媳婦那邊的人 其實是沒有這件事 對 但我都叫他妹妹 這些是你妹妹 直接是我的哥哥 我打了我 他叫你媽媽 瓜哥 即是你舅父 是 你舅父的是誰 兒子的媳婦 你舅父的兒子 你舅父的兒子 就是你表哥 因為他很久沒有了 有媳婦 嗯 你表哥 兒子的老婆 表哥的媳婦 那邊的人 她的媳婦是誰 媳婦是家的人 哇大哥 有Family 有Family 他有Family 不是 大家有Family 當然沒問題 這些真是親相加親 沒有啊 神經病啊 神經病 你為何不斷 你不斷說幾次 又說像是誰 你竟然這麼難忘 你不要完全沒有關係 你讓我 不但中出即非 直接要打腫 吵你後來就有所謂 哈哈 真的 吵完全沒問題 我以為你 喂 是你舅父的媳婦 家裡的人 吵你後來 數起來 吵你 如果真的要叫 都不知道怎樣叫 這些一定要吃 就是Custom 但是想想 大家的Family 共同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要這樣問一下 怎麼說 不會 喂 喂 你知不知道 我們偉大的楊振凌 你知不知道楊振凌 諾貝爾得獎者 他娶了一個年輕女兒 他八十多歲 就二十多歲 他的年輕女兒 然後 看看 那個年輕女兒的爸爸 即是他的外父 好像又娶了他自己的女兒之類 或者是他的孫子 你還不敢說 怎麼叫 你現在這些簡直 你問一下 其實我應該有獎 我應該有一個牌 大家覺得 Julian 應該吃 或者發展的就一 不應該就二 請大家說 我肯定有一個二 我也不相信 舅父 還要一個媳婦 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你表數 所以我再說 是 是 你被我殺了 你被我殺了 沒問題 你現在不是想著甚麼 尤其是那些地方 大家男歡慰愛 大家看看 我看看會不會有一個二 洗版 洗版 所以有二 我真的想看看二 這麼嚇壞 不是 我真的想到 你想想 如果有人扣貝 有幾個魚 捉咎 這個 另外有個魚 有空看看 HAPPY DAYSUM 好像我依依 YIYI 整天說我們BOT 想過去 你看 這些是合理的人 MAKE SENSE 糟了 不是 你自己 深邁深邁 不是 哪有 行了 大比數99.9 喂 他多民主 夠了 再計一計 我都計不到親切關係 好了